整天给一些没人关注的车型给我试 不要人给你新车 又给我一台大众 不就是三大件好一点 每台车看起来都差不多 在整个大众车系能够吸引我的 只有两台车 一台是CC 另一台呢 我们怎么可能接到那么新的车呢 对我那么好啊 它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 大众探戈 提起大众这个品牌 我的内心总是很纠结 一方面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汽车编辑 我必须要喜欢大众 因为它的机械部分真的做得很不错 但是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真的让我去买一台大众吧 好像每一台都长得差不多 这种感觉 就像是买了一件49块钱 优衣裤的白色T恤一样 你看整天跟着撞山了吧 但是看到大众探戈发布的时候 那种感觉 就像是重温了优衣库 跟LAMARE限量合作款式 那种心动一样 不过虽然说 大众探戈跟其他的大众都不一样 它放眼望过去 我又找不出来 它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日间行车灯 又或者 会不会是这个 跟CC学来的尾部线条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这个假的排气口 跟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 风窝状黑色示板 关键词是 不知道有什么用 你以前在大众上 有看到过任何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设计吗 大众的slogan是什么 车 但正是因为这些 没什么实际用处的设计 吸引了我这个 对大众不怎么感冒的 Stylish the girl 内饰就更加不用说了 跟之前那种老气沉闷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种平直的线条 多简约 还用了拼色的设计 这简直就是 低调耐看当中带有一丝时尚感 这就是我们小资生活方式 所追求的 轻奢 我好像听到一些我不该听到的东西 给我说一下 你的理解 就是一定要简约 你看看 颜色 你看绒布 看是没有用的 敲敲 你看那是什么 不要拿你那些老行家的手法出来 来查车 这不是老行家 这是一台20万的车 对吧 门面功夫要做足 你知道贵贵在哪吗 那你说 你有见过那么漂亮的液晶仪表盘吗 这跟A8的都没什么区别了 你就说原自奥迪是吧 虚拟驾驶舱是吧 对 这只有顶配的两台才有啊 低配不还是机械表 好 你看到这个 这个不算太大对不对 但是它给你的体验是非一般的 有什么用啊 你这个 你这叫什么 远程近距离 无感唤醒功能 再来 有没有很精致 对对对 你是比较精致 但你就像是精心打扮完了以后 就白色衬衫上面 你留了一个刚刚早上吃完的一个酱油汁 你看这个旋钮 为什么不好好做一下呢 好像西边这个旋钮有什么意思 当你拧的时候 你很清楚可以知道说 你是拧了多少的 我是副家的小姐姐 声音大一点点 歪了 你才歪了 不要再搞了再搞了 我都看着觉得不舒服了 这个设计我就问你 跟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 高尔佛加里对吧 图安 黑白 帕萨特不是黑白吗 麦腾不是黑白吗 就是细节见真章 你看到这一些直线吗 看到这里的熬风了吗 看到这里的冷角了吗 全都是设计感来的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在其他地方花了很多成本以后 我这个软性材质就剩下我刚刚放手的地方 至少你碰到的都是软的 是 是 对 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台车 内饰是值这个价格的 但是真的不会说像个大礼包一样送给你 一分钱一分货 反正呢 看得到的地方用了 那看摸不到的地方 它就不给你用了 大众 DAS AUTO 车 它的本质就是一台车 今天就让我带你体验一下 它本质就是一台车 真正的驾驶 不好开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叫你上了 我跟你说 大众我一直以来最喜欢就是它三大件 就看起来真的是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对 所以今天不要给我找到毛病 有精神 开车 开车 你给我说说这台车跟其他大众开起来什么不一样 我们所知道的大众 第一 底盘质感非常的好 是 对 但是它的底盘质感体现在过减速带 我们现在必须先找一个减速带 对有坑了 对好在哪呢 你感觉到了没有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那个坑了 不是啊 它的动作是非常干脆的 就是这种过去的质感 很干净很高级 你同级别的怎么会有那么整的 那么德系的一个底盘的感觉 我同级别你觉得有什么车比不过它 你就想害我 你说 日系的会差一点就是没有它 VLV很差吗 人家只是完全我不要那么多的路感 对吧 就是我就问你了 大众AMQV平台哪一台车最出彩你觉得 你最喜欢的之前 高尔夫 高尔夫 你觉得它底盘好得过高尔夫7.5代吗 你要这样子想 高尔夫是一台神车 它比高尔夫高 它就不是一台神车吗 它是在神车上面延伸出来的 一样的没区别平台 它又比较高了 它没有这个贴地飞行的感觉 所以稍微弱一点点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为什么一台SUV会比一个轿车硬呢 你看公公这样子 它不是为了让你驾驶吗 你之前都说什么紧致什么 开快一点的你开的S档啊 你觉得动力怎么样 280TSI 1.47高功率 这一下的推背感150匹马力 然后呢 你觉得够用吗 这个你想想多轻快 我跟你说 我也很高兴你问到了够不够用 因为我非常开心的一个就是150匹马力 是 但是它把这个油门踏板做的比较轻 就是你踩下去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响应还是非常快的 但是它的刹车踏板呢 又做的特别的谨慎 就是你刹下去的时候 很有安全感 这个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 也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轻松 而且好像有了4Motion以后 我觉得你刚才转的弯给油 也还是OK的 就是它它会后轮有一点点的辅助 你不会那么容易打滑 雨天你也不用担心 给油啊 试试啊 过坑 感觉你是开的好淡定轻松的样子 你看是不是凌驾风雪 像西风于中的呀 P去 没车 我告诉你没车 P 快一点 加速加速加速 很轻松 而且你又感觉到没有 我们那么高速过这么一个弯 没有很高速 以你的技术来说是比较高速 继续 你能那么不舍我 那么高速过一个弯 侧倾一直是多好 整个车身的刚性跟整体性 你就是为它的这个悬挂 找出一些理据了是吧 说它比较硬的话调的 就是大众平时就是没毛病 但它就是一台让你想去驾驶的大众 你感觉到这种平顺的没有 你刚才缩起刹车缩起平顺是吧 快一点 看到没有 降挡是吧 降了两下我感觉到降挡了 那是我操作不行 我再试一下给你 操作不行 一个好的变速箱我们怎么形容 你自己说好的变速箱怎么形容 当你错完所有的车 是你感觉不到存在 刚才你刹车我感觉到它两下的存在 这是人车交流你懂什么 杀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我用了S档的远镜 我们试一下换个D档 对 好杀 好像在D档是没有了 对 所以S那个只能说是驾驶人 不能说是顿侧 SG是开不错顿侧的 看得错顿侧的 只能说你技术不好 之前我开高尔夫7.5代对吧 我一次都没有感觉得到 那个是DQ200 这个DQ380 而且这个是一个支持四驱的 是最新的DQ380的变速箱了 反正我感觉是调的没有前驱那么好 你觉得你会需要一个四驱吗 贵19000块钱 我又不开这台车去北方 唯一南方的姑娘 我买个四驱干嘛 其实我觉得买个前驱 这个1.4T的顶配的车型 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 虽然我相信这是一台非常好 而且我们也体验到 它是一台非常好的车了 我很好奇的是 它的方向盘为什么会轻成这个样子 就是它会给我 一点意识不安的感觉 你刚才不是很有信心吗 像哪台车的重 你宝马武器比这个更轻啊姐 这就是没有轻的感觉 轻你要说轻 重你要说重 你们这些女人 我这叫做有追求 你没有一个比较重的方向盘 你怎么能感觉到路感 你有追求刚才换到蹲车 不是我告诉你 你感觉得到吗 你们这些只会 这些那么表象的东西 我都说你肤浅 看车只会看表面看外观 它好看啊 我觉得一般你喜欢的车销量都会好 我喜欢的车参考一下高尔夫加 这个 那我问一下这台车是多少钱到多少钱 13万到20 13万好划算啊 对但是 你买一台啊13比高尔夫还便宜啊 对但是13万只有一个手动版的版本 就反正16万多我们才能买到一台这个真正会有人买的T-rock 探戈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你不一开始听到说13万的T-rock 你怎么会感到很惊喜 不感到很惊喜 你怎么会跑去看它 不看它 你怎么会发现这样的一台好车呢 其实我听完你的这个讲解以后啊 我觉得它应该是多了很多那种 以前大众最缺的那些东西 就其实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像这个SUV中间的CC呢 可以 你看自动刹车多安全 不是我啥的 它自动刹车 看到了看到了 不要逼 虽然它的名字不叫T-rock L 但是其实它国产之后呢 轴距是加强了77毫米的 加强的效果啊 直接就体现在这个后排空间 现在是相当够用了 都说大众 特别懂我们中国消费者的心 不过说到家常啊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台车 奥迪的Q2L 和T-rock一样 都是在佛山一切工厂生产 也是国产之后家常了 两台车的侧面还长得有点像 都是MQB平台 想想和奥迪的亲戚关系 还是挺划算的 试驾完T-rock之后啊 我完全可以感觉到 大众在T-rock身上 投入了非常多的心思 但如果你用心去体验 它开起来 还是一台彻彻底底的大众 SUV那么实用的选择 还是过两年再说吧